广东省湛江湖泊中发现神秘水怪 当地村民都叫它龙羽 有很多目击者都声称自己见过 还有人用相机拍到了湖怪的样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湖里真的有不知名的大型怪物吗 湖光岩湖泊位于广东省湛江市 是18万年前由于火山运动所形成的 就在2009年6月的一天 湛江日报连续多天刊登了一条怪事 报道上说有很多人在湖光岩的湖面上 看到了一个如帆船大小的未知神秘生物 根据在场的目击者所说 那东西当时在湖中心游动 湖面被激起层层波浪有六七米的长度 当时看到怪物的人有二十多个 而且还有人用相机拍下了怪物的照片 由于当时怪物距离岸边有六七十米远 照片拍的并不是特别清楚 另一个目击者说 现场看到水怪体型特别大 同行的朋友看到后特别激动 兴奋大声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龙羽 传说中龙羽是一种龙和鱼杂交处的神兽 体长六七米 身上的鳞片如金属铠甲 胡须像龙羽一样细长 但传说毕竟是传说 并不能说明这种生物真的存在 为了调查出真相 记者来到离湖光岩不远的村子采访村民 这才知道 原来湖光岩里的水怪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有村民不仅听说过 好多人还在湖边亲眼见过 万大哥说在七几年他还在上学的时候 他在湖边正走着忽然听到扑通一声 万大哥转头看去水溅气将近一米高 他用手笔画 水怪的头最起码都要有半米多宽 看来水中怪物的传言并非子虚乌有 很多村民也说自己见过两三米的大鱼 在调查过程中 一个名叫何军发的老人也告诉记者 起初他也不信湖光岩中有怪物 知道他自己也在湖中遇到了一件怪事 根据老先生提供的照片来看 这条水怪至少也有两三米长 看了之后让人感觉到十分不安 为了调查出湖光岩水下是否真的存在什么未知的大型生物 记者找到了当地潜水基地的潜水员 让他们亲自下水探个究竟 而这些潜水员平时训练的地方不远 正是在这湖光岩的水里 原来湖光岩可不单是当地著名的风景区 还是我国重要的潜水基地 记者找到的这些潜水员 就是这个训练基地里的潜水教练 他们平时训练时 难道就没发现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基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他还真的遇到过大型的水中生物 广东湖泊中发现神秘水怪 很多目击者都称自己见过 还有人拍到了现场画面 潜水队亲自下水又是否能找出水怪 潜水基地的处长告诉我们 他在湖里见到过一个什么大型生物 就在看那个鱼鳍 但是没看到鱼鳅 就在看一个很大的浪王两个风 好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鱼 潜水教练还说 鱼鳍的高度大概有三四十公分 在水面大概游了十多米后 潜入水下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猜测这条鱼的长度大概有四到五米 最开始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水怪的传说 但是两次亲眼看到 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听说记者要调查湖光岩水下怪物 潜水员们不仅没害怕 还带了非常昂贵的水下摄影器材 经过一番商讨 潜水员们决定选择 之前和老先生拍到怪物的地方下水 这个地方大概是距离湖边 100到150米远的湖底 然而才刚到目标潜水地点 湖面就开始泛气波澜 然而当潜水员带着摄像机回来时 拍到的画面让大家傻了眼 摄像机的画面中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楚 潜水教练决定再次下水尝试拍摄 可连续三次都是无功而返 这个让他们有些摸不着头脑 潜水教练在全国各地有很多次水下摄影经验 遇到现在的情况还是头一次 这时带队的董先生 突然想起一件奇怪的事来 潜水员在湖光岩进行水下作业时 因为水下光线昏烂需要照明 董先生就在船上把灯丢到水面 让潜水员去拿 潜水灯作为特种器材 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在水中使用的情况 没想到本来会飘在水中的手电筒 一下子就沉到水里 怎么都找不到了 这次的经历让他记忆深刻 然而湖光岩的稀奇事还不单单于此 特别是青蛙蛇和马黄这些东西 是真的见不到踪影的 在湖边不见一个树叶 也不见一个水弦 也没见过神 也没见过老鼠 据当地村民所说 这些动物究竟去了哪里 难道真的被湖中的怪物吃了不成 这时候专家出来解释说 湖光岩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尔湖 是十多万年前火山岩浆喷发 与地下水相遇爆炸冷却后形成的火山口 然后由于地下水和雨水的常年累积 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湖泊 湖光岩的水现在大概有二十多米深 但是湖底堆积的火山灰却有四百多米厚 记者经过多番努力寻找却没什么有用的线索 便回过头来 研究起何老先生所提供的照片 在仔细看过龙玉照片后 尽管这个阴影一都呆在水下 但它的轮廓线条看起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一头大一头小尾部分差 这么诡异的照片有人质疑这是在网上批的 为了辨别真伪 记者将这几张照片的底片 送到了中国摄影家协会进行鉴定 照片会是造假的吗 湖中的怪鱼有真的存在吗 湖光岩中的水怪终于真相大白 那么这究竟会是什么物种呢 是否会是专家口中所说的特殊生物 湖光岩的照片经过中国摄影家协会鉴定 这几张相片的底片全部为真 并无造假迹象 这是不是就说明湖中真的有龙玉呢 那它到底有多大又长成什么样子 老何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 又专门做了一次对比实验 先找来一块一平方米的泡沫垫 用船带到之前拍到湖光岩的位置 然后站在同一个拍照位置 使用同样的参数拍下照片 将两张胶片进行对比 终于测量出了湖光岩真正的体长 大概有七米左右 比旁边的小船还大 这可惊呆了在场的各位 现在已经确定照片为真 也知道了怪物的体型 现在就只剩下拍到水怪的真身 让事件真相大白了 于是记者再次探访潜水基地 教练说上次拍摄魔虎的问题找到了 原来他们每次下水前 都要把相机调整到拍摄远处的模式 而上次相机不知道为什么 相机自己跳到了拍摄近景的模式 这才导致摄像机在水下什么都看不到 听到这令记者感到一丝诡异 难道还真的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阻止他们拍摄吗 经过一番波折潜水员们再次下水 到达了何老先生拍摄到水怪的地点 就在这时 本来平静的水面上突然兴起大了 潜水员冷静过后 在水底进行了大范围的摸牌 一个巨大的白色身影 让水下的两人顿时紧张起来 两人继续向前游去才看清楚 这湖底竟然还有一条沉默的小船 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巨大的水怪 经过几经周折记者找到相关专家 将手里仅有的资料相机展示后 专家告诉了我们一个值得幸福的答案 湖光岩是个火山喷发形成的湖泊 湖底很有可能有我们无法探测的地底通道 存在巨大的特殊生物也是有可能的 由于火山灰堆积水里营养丰富 存在的生物多种多样 但水鱼资源也是相当的丰富 和老爷子拍到的几张照片 应该是鱼群在水面上游动的影子 导致被误以为是水怪 真相终于被解开 原来传说中的水怪就是一场误会 但神秘的湖光岩中是否存在其他巨物 还需等待我们慢慢来发现 喜欢本期故事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小吃 咱们下期再见